消耗機構 嗨 大家好 我是小熊 各位看到呢 這個是我之前跟各位分享的 DIY這個迴翰爐的部份 那因為之前我這個版本是用跳舞線的方式 然後用Arduino板搭配一些左邊 來控制這個烤箱 那說簡單一點就是 偵測溫度 然後控制Relay來開啟或關閉烤箱這樣 那後來覺得這樣的線路就很亂 雖然這個工具也幫我焊了幾百片板子出來 好 那我自己呢 目前有開發出這樣的一個產品 就是目前看到這一大堆 包含這個Relay的部分都做成一塊板子 然後上面一樣是Arduino Uno 上面那個Atmega 328P的一個MICON 而且我也有做USB 所以各位呢 如果購買這個板子想要去改這個分位 寫程式 一樣可以透過Arduino的IDE來上傳程式 而且另外呢 如果各位有在玩這個ESP8266的話呢 我也有把這個Wi-Fi的模組呢 給焊在上面 所以各位可以 自己去寫這個ESP8266的分位啦 我這邊都有留那個SoloPin 或者是透過原廠 可能透過類似AT command的方式呢 去下指令 那你就使用這個Arduino ID 它那個Software的Serial Pro 然後去控制 OK OK 好 那麼我現在呢 要來把這邊的電路呢 給換上來 那因為我要生產這個第二片 第二片的 SMD的零件都擺好了 所以等一下要放進去看 那我現在就要來換一下這個電路 好 現在呢已經換好了 那基本上就是把這個 K-Type的這個感音線呢 好 換上來 然後把relay 好 結線的部分接到這裡 好 接到原本的relay插下來 然後接到這顆relay的 com跟no OK 然後再把這個lcd呢 插進來 那我這邊有兩個 兩組i2c的 擴充 我記得要啟動一組 啊另外一組 看剩下要接什麼東西 這都OK 那因為目前 呃 我家裡呢 其實是有多一個這個烤箱 那我目前呢 還 不打算去改裝 好之後又有改裝 再出一個影片 因為 這個K-Type的線呢 最後要真正改裝 我就要 把這個頭呢 放在這個烤箱那邊 裝一個孔 然後直接塞進去 這樣會比較專業一點 目前呢就先這樣 好多一個暫時的過渡時期 好再用一陣子 那 這個板子 待會再跟各位 介紹上面 有其他的功能 好包含這些按鈕啦 OK 那目前呢 這個供電呢 呃 你可以直接透過這個 變壓器 那變壓器呢 我販售 在想 呃 變壓器 看是包在 這個套裝裡面還是怎麼樣子 那我是 推薦使用12V 這個1.5A或2A的 好 供電這樣子 那 那 當然你也可以接電腦 那接電腦 看你是要用 串列鋪輸出資料還是怎麼樣子 或是 就剛剛講的上傳程式 可以用透過這個USB嘛 因為我有燒這個 Arduino的Bootloader 在這個 埋控裡面了 這樣 好 那麼 現在就要來 烤這個 新的這一片板子 我們就把這個 板子呢 給放進去 好 然後蓋起來 然後按一下這個按鈕 好 然後就 開始烤了 好 現在呢已經到了第三個階段 那應該是 快要焊接完成了 快要回焊完成了 好 現在是 兩百三十五度 二三六 然後 已經進到第四個階段 這時候差不多就是要冷卻了 OK 我們就把它打開 好 那這個是 剛剛烤的那一塊 好勒 然後 我要講什麼呢 讓各位看一下 好 比較近的 那通常 這個上面的零件呢 我是 都會放上去的 所以 主要的差別就是 在於這個 WiFi的模組 那如果你要用藍牙的話 我這個WiFi模組就不能上 因為 他們是共用一個腳位的 這邊有看到 WiFi斜線BT 那因為這邊UR出來呢 這個模組跟 這個WiFi模組跟 Bluetooth模組的UR呢 是接在一起的 好 那當然 你也可以購買 就是 有這個 ESP866的這個版本 然後你透過這個 跳線PIN呢 去 把它跳到這個EXT的位置 好 TXX跳過來之後呢 你也可以把你的藍牙模組 接在 這個P4的這裡 那它一樣可以使用 OK 那就不會跟這個 那個WiFi的模組呢 去干擾 去衝到 好 那這邊有提到的這個 i2C的部分呢 有兩組 那一組可以讓你接LCD的 好 當然你也可以不接LCD 接其他的設備 好 這都OK 好 那麼 再來如果各位 所以需要購買這個 布吉瑪達的話呢 我應該是都會配這個 12V的布吉瑪達 這樣子對這個DC2DC的 負擔會比較小一點 而且12V的布吉瑪達 它的扭力呢 會比5V的要再強一些 好 因為吃的墊比較多嘛 然後下面這個極限開關呢 就是有三個可以讓你接嘛 那就是外面這兩個如果 短路的話呢 好 我的ADC 就是吃進來 三組的數字都不一樣 那這個 按鈕的部分也是 六組按鈕按下去之後呢 它讀到ADC的數字 也會不一樣 再來 這個 這三個跳線片呢 昨天也有提過了 是 風鳴器 風扇 跟這個 布吉瑪達輸出 電壓輸出的一個 端點 那你如果把它拔掉 那個 這個就沒 這個風鳴器啦 或者是風扇啊 布吉瑪達就沒有功能 當然你也可以透過程式 去關掉 這個是 都可以的 那邊只是硬體 像有時候我晚上在 呃 使用迴翰爐的時候 我不希望有這個 風鳴器的聲音 我就會把風鳴器那個PIN 直接拔掉 就不用動到程式 這樣子 啊實際上它還是我的輸出啦 只是 沒有把它斷掉了這樣 再來這個 風扇的部分呢 我這邊有寫正負極 它是12伏的風扇 然後注意如果你接 5伏 你的風扇可能會爆掉 那個人呢 在露天 買東西的時候呢 之前買電子的儀器 應該說是零件 然後那個賣家 就在出行他們的這個風扇 那這是12伏的風量很大 有點像渦輪的那種感覺 那這一顆它的我記得它是0.8A 就還蠻高安培數的 所以我這個可以撐到1A 這是沒問題的 好那基本上我的板子上面呢 呃 都有列出來 我是用到就是 買空的哪一個PIN 所以各位可以直接在這個 ArduinoID裡面使用 好比說這是第17PIN 就是A3 那我這個relay呢 是低電位處 處發 所以你 把這個色違低電位 我的relay呢 就會被基尺 好 就很簡單 那這個MAX6675的部分呢 好 那個 看一下 CS跟SCK 就是CLK 是共用的 就只有 就是SO的部分 是不共用 好 所以 各位呢 可以去 宣告 好 那這樣也會比較 節省這個角位 控制方式有點類似SPI 好 我好像還沒有 介紹過SPI的一個教學 那再來其他的部分 應該就沒有什麼 太特別的 喔這邊剛剛這個 開關 的部分呢 右邊這邊有一個 馬達的 輸出電壓的選擇 VCC就是 使用這個 SELF2V 的DC2DC 輸出出來的一個 電 那如果你選12V 就是直接有這個 電源供應器 供應進來的12V 好 這基本上就是 這張板子 大致上的功能 那再來說一次就是 這個 ICSP呢 我之後會用膠帶貼起來 這個 在 這個版本裡面是 就是沒有用的 因為 MOSI跟MISO 設計的時候 設計相反 當然如果你在燒錄的時候 你主動 手動 你自己和這個排針 然後手動把這兩片換一下 其實你也可以燒錄 這個 買空 好 那這個是 Arduino Uno 上面同樣的晶片 好 當然我現在已經 預先燒好這個 Bootloader 所以 你可以透過一般常用的 USB抗破方式 可以上傳這個程式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這個 ESB8266的話 如果你會 自己燒錄分位進去 你可以透過 這邊 右邊 這幾個PIN 基本上 你要TXX 跟那個 VCCGND 接好之後呢 你按 同時按一下 Fresh跟Reset 然後 放開 Reset 然後按上傳 這樣也可以上傳 可能是 不需要全接 全接 是比較方便 你完全不用按任何的 按鈕 但是全接 你還要有一個 就是 轉換的一個電路 好 會 比較麻煩一點 當然你可以直接透過 UR的線 好 就按這兩顆按鈕 好的方式 來上傳程式 當然 因為 這個出場的時候 記得裡面都有 先寫好官方的分位 那它控制的方式 就有點像是 藍牙模組 透過AT command 方式去控制 好 不過我個人習慣是 直接 把裡面的分位改掉 可能 加一個HTTP 的Server 或者是 連雲端的Server 這樣子 連雲端 不是Server 連雲端的 連線端 好 那基本上 就這樣 那這邊會留百 的用途 就是讓各位 可以去 寫一些字 好比說你今天 這個程式呢 是第幾個版本 那什麼時間開發 你就用千字筆去寫一下 這樣是OK的 好 那如果各位 需要購買 這個K-Type 的線呢 這個 雖然之前 我的影片講說 這可以到1024度 不過 實際上 1024度 可以量測到的是 這個 CHIP 那這個K-Type 的 感溫線呢 它到600度而已 到600度而已 不過因為我們在 回焊的時候呢 基本上 超過300度 就有點誇張了 所以 大概 我們回焊的 溫度範圍呢 這個感溫線呢 其實是都可以 可以 HOLD住的 就是在它的 兩色範圍 之內 好 那至於這個 relay呢 它的NC NO跟COM 我是寫在這個 邊邊的這裡 那就按照順序 就是 NO 然後NC 然後 NO COM MC 那這個頭呢 是可以拔起來的 就是有點 快拆的感覺 那這板子就可以拿走 那你刷好之後呢 就是再 給它插上去 那右邊這邊的 蛇斧供電呢 有兩個方式可以供電給它 一個就是用這個兩頭的 一個就是直接 DCE 2.1 mini的 直接插進去 好 這樣也可以 至於這個正負呢 我好像沒有標到 不過這個正負呢 呃 各位可以看到底部這個 接那個大大地的 好這邊 這左邊呢就是負 這邊就是正這樣 我應該是會再用一個 類似平面圖的方式呢 做一個小小的說明書吧 好那 那 我在出貨的時候呢 裡面的分位呢 會是 裡面的分位不會是這個 迴漢乳的喔 迴漢乳的分位 呃 跟 就跟普通的 教學分位呢 是可能會不太一樣的 好 那 這個教學分位呢 我應該是會寫 呃 你先接上USB 那你輸 你輸入1跟0的時候 你輸入1跟0的時候 它會啟動所有周邊 就是做一個demo 好馬達 就 正轉反轉啊 然後再來開啟風扇啊 然後再來relay 跳跳跳啦 然後讀取 這個極限開關 按鈕跟 這個溫度 好 這一個範例 那這個 呃 測試啦 然後 的範例檔呢 會放在網路上面 供各位下載 各位可以把它修改成 各位 呃 想要設計的一個功能 這是ok的 而且我會 打上一些註解 好 方便各位學習 好 那至於回焊乳的部分呢 因為 我是直接把我舊的 我舊的這個 已經拆掉了 把我舊的程式稍微改了一下 好 因為其實是算差不多的 好 那改了一下之後 它就可以用了 那至於那個風味呢 呃 我一樣是會寫在裡面 但是我應該是不會公佈出來 不確定 然後看之後的 決定是怎麼樣子 目前還 呃 比較傾向 不直接公佈那一個 分位啦 那畢竟我靠這一行吃飯的 好 各位可以理解吧 Alright 好 好 那麼 是這樣 啊至於這個 價格多少錢 我能保證 的話呢 是 應該是不會超過2000塊 應該是2000塊之內 應該是2000塊之內 因為我還沒有算下 這樣的成本 是大概多少 可可 好的 不過這個版本 我手邊 應該說有10片 10片賣完了之後呢 基本上這個版本 就不會再繼續販售了 好 我會做一些 小改版啦 那小改版 可能就會 加一些 LED啊 然後 這個 ICSP 要稍微 可以修正一下 重點就是 對啦 重點就是這個 有些錯誤要修正 好 不過這錯誤是不影響大致上的使用 還有這個 W1P 這個I2C 因為 普通的I2C 的W1P 它的第一隻腳 跟到第三隻腳 是這個 I2C 的address 的選擇 那因為我 預計是使用 這個 Ultmail的 ECC508 那它 Mount上去了之後呢 因為它是透過指令的方式去更改 I2C 的address 當然如果你要用普通的 I2C W1P 用的話呢 你這三隻腳可能就要全部接地 或者是 做什麼樣的 可能破High或破Low 好 那這部分 是沒有設計進去的 所以 這個 I2C 跟W1P 的這個Location 是 不能用的 當然你可以直接拉跳線去接地啊 這當然OK 然後 再來就是這個感溫線的部分 也有分正負級 但是我沒有實際去 標上去 那 各位呢 如果不確定的話 可以看我之後 放 就是放出來的一個平面圖 好上面會稍微標住 當然各位可以把板子翻過來啦 底部像這種有接大地的呢 都是負級 那 這感溫線呢 它有 紅色端跟藍色端 那紅色端 啊 正常來講都是正級 所以就是紅色接正 然後藍色接負 好 那 基本上呢 是這樣 那在風扇的部分呢 我是接到一般的IO 所以 你可能沒有辦法控制這個轉速 那之後下一個版本呢 這個角位應該會變 我會把它 變到有PWM的角位位置 好 各位可以 就可以這樣子控制這個 風速 好 控制風速 好 那麼 那麼在relay的部分 我有打算 就是 把這個供電呢 也是弄一個跳線PIN出來 有想過啦 但是還不確定要不要這麼做 因為我這個relay是12V的 也就是你如果今天只有接到USB的話 這個relay是不會作動的 你必須要接12V進來 那我想說要不要做一個跳線PIN 就是 讓各位可以選擇 這個你要5V供電或12V供電 不過因為我的relay 一看上去relay是固定的 你看上去如果是5V的relay它就是5V 你如果12V的relay它就是12V 所以基本上 這是我突然想到了 但是也還不確定要不要這麼樣的高 對 對 那或者是各位呢 對這個板子還有什麼意見呢 可以在下面 留言 好 那我會考慮要不要加進來 或者說 現在這樣子就已經滿足了 我們一般的烤箱 或者是DIY迴焊乳 用得到的功能 基本上這個也不一定要用在迴焊乳 你可以用在 就是其他的設備上面 就是讀取溫度 做回收 要不要開啟烤箱 關閉烤箱 做一個溫控 都很方便 好 甚至之後你可以連網 連網 就要比如說我這個設備 是裝在隔壁的房間 然後連網 那我就可以在另外一邊的辦公室 去看一下 目前的狀況 或者說是 已經 回焊完成了 那它就挑一個提醒出來 讓各位可能去整理 好之類的 好 好 那麼現在呢 我已經接上了這個USB 然後 另外一邊呢 我要接上我12V的電源供應器 好 然後 供電 好 那麼呢 好 就是要DEMO一下 給各位看這樣 那麼 我現在因為接上USB 我電腦上面 也有開啟這個串鐵鋪 那我輸入這個 1的數字 然後這個風氣會叫 然後我的 師傅馬達 不 布基馬達 好更正布基馬達 就會轉動 那正轉啊 反轉 那麼再來就是我的relay會跳 三個relay會跳 那這時候我會開啟這個風扇 不過風扇還沒接 來接一下 鋒力超強的 好 那在電腦的上面呢 它就是基本上會 列出這樣的一個資料 就是你的感光線啊 你的按鈕啦 極限開關啊 哪一個被按下去了 OK 這是一個範例 範例的部分 那各位看到這個C1C2C3 這個會是一個 NAN的原因 是因為我現在 並沒有接上 如果有接上它會出現溫度的 我來接一下好了 好了 現在我已經接上去了 那是 左正右負 好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現在的 有沒有 這個C1F1就有偵測到 目前的溫度是23.75度 那下面那個是華氏 一個是設施 一個是華氏 好 然後如果這時候呢 我在 這個上面的這個 輸入 部分 我輸入0 然後 傳送 那這時候它會 這一輪跑完之後 它就停下來了 好它就停下來了 就不會動了 第一次說 我做了一個 比較簡單的一個範例 那這範例 是沒有用到 這個ESB8266的 好 那 DEMO給各位看 OK 那這個呢 就是我的產品 那如果各位呢 有興趣呢 可以到 下面 好影片的說明欄 我會放這個 購買的連結 當然 呃 你現在看可能還沒有 那你 可能要晚點看 因為我這部分我還來整理 好 如果各位呢 覺得我的影片不錯 記得幫我的影片 點個喜歡 Like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並按下旁邊的小鈴鐺喔 謝謝各位的觀看